苹果公司之前才因为限制电信业者的iPhone绑约架 遭到了公平会重罚2000万 而最近iPhone6开卖 三大的电信业者又推出了相同的手机绑约架 包括了中华电信 远传跟台湾大哥大全都否认是有联合行为 但是现在公平会已经介入调查了 如果发现有违反公平法的话 不排除要对业者开罚 去年底 苹果才因为插手电信业者的绑约资费 被开罚2000万 闹上媒体版面 现在iPhone6开卖又被发觉 三家业者的绑约架几乎像是说好的 其中64G的iPhone6 还有128G的iPhone6 Plus 三家业者的绑约价格根本一模一样 不少人经打细算认为买空机其实比较划算 而中华电信远传和台阁大都喊冤说 一切是以手机的成本和服务的内容来定价 不过公平会则表示该查的还是会查 如果发现电信业者有联合行为 就会罚电信业者 如果是苹果又再一次限制转售的价格 也不排除会再对苹果开罚 只不过看看这排队的画面 就知道iPhone6的销量有多惊人 不管怎样想买的人大概还是会买 只能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记者余生型周婷宇台北报道